这是小女孩第一次见到她的爷爷 然而爷爷似乎并不喜欢她 刚刚见到就要把她赶走 可是姨妈找到一个在法兰克福的工作 已经无暇照看海地 于是她狠心把海地直接扔在了这里 海地只好一个人回来找爷爷 爷爷让她赶紧找姨妈离开这里 海地只是怯生生地看着她 说可是姨妈已经不要她了 爷爷沉默了 独自回屋已是拒绝 任凭海地怎么叫她都不开门 但她其实还是关心小海地的 偷偷通过窗户观察她 没想到海地居然进了羊圈 打算和小羊们一起度过这个晚上 第二天爷爷拎着小桶进入羊圈 并不理会海地的招呼 静止过去挤奶 却在最后盛了一碗羊奶递给海地 海地把羊奶一饮而尽 以为爷爷终于接受自己了 没想到却被爷爷带到山下牧师那里 牧师掰开海地的嘴 仔细看看了牙口 对爷爷说这孩子很健康 他会尽量帮海地找到一个收养家庭 但也不一定能找到 那样的话就只能把海地送到孤儿院了 而且不管怎样 这段时间海地依然要和爷爷一起生活 回到山上 海地问爷爷 今天晚上自己还是睡在羊圈里吗 爷爷说随便你 海地就开心地跑上二楼 这里铺了满地的干草 空气中都带着阳光和青草的气息 海地快乐地躺下打了个滚 吃饭时 海地试探着说不想去孤儿院 爷爷听了 却并没有给什么回应 第二天早上 海地喝光爷爷爷给的羊奶 倒水槽边洗把脸 就随着阳光皮特上山放羊了 连绵的阿尔卑斯山风景如画 处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自由气息 海地置身其中 只觉得无比快乐 他漫山遍野地奔跑 贪吃的皮特偷偷打开海地的包裹 吃掉了海地一半的奶酪和肉干 海地回来看到食物变少 问皮特是不是偷吃了 皮特说或许是山羊偷吃的 海地没有再说什么 这时两只山羊打起架来 皮特连忙上前挥舞皮鞭 想要分开他们 海地不忍见小羊被打 以自己今后一半的午餐为代价 求皮特不再鞭打小羊 皮特开心地同意了 提醒海地千万别告诉他的爷爷 还说村里传海地的爷爷曾经杀过人 回家后海地提出 要不还是回去睡羊圈吧 爷爷看出海地的不对劲 问是不是皮特对他说了什么 海地有些害怕地躲在门后 问皮特说的是不是真的 爷爷说有些人喜欢嚼舌根 你要自己决定 是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 还是相信别人的闲言碎语 海地想了想 跑上前来抱住爷爷爷 道了声晚安 他还是选择了相信爷爷 爷爷感受到海地的体温 也是愣了神 他已经许久没有和人亲近过了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爷爷就抱来工具 打算为海地做点什么 海地则和昨天一样 跟着皮特上山放羊 皮特说明天要带海地去看雪荣花 海地想起见过的牧师 说明天他就要被送走了 皮特闻言很是生气 他又得一个人放这些山羊了 回家后 海地却惊喜地发现家里多了一把椅子 他问爷爷这是给自己准备的吗 爷爷说除了你还有谁 海地一问 可是明天他就要被送走了 爷爷说海地明天还是跟着皮特 以后都会跟着皮特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爷爷终于接受了海地 海地高兴地扑到爷爷怀里 伸手抱住他 连连感谢 春去秋来 转眼间阿尔卑斯山 已经染上了层层金色 海地每天都和皮特上山玩耍 但是秋末这一天 皮特要去上学了 要到来年春天才能回来 海地问爷爷那他也可以去上学吗 爷爷却岔开了话题 这一天 爷爷带海地下山换东西 一路上小镇居民都在窃窃私语 暗地里议论爷爷 海地更紧地握住爷爷的手 牧师对爷爷说再过一年 就该送海地去上学了 但爷爷说他没必要去上学 但其实 他只是担心海地一个人下山不安全 冬天到了 阿尔卑斯山被大雪覆盖 海地已经很久 没和皮特出去玩了 他很寂寞 爷爷专门为他 做了一个鹰的木雕 但海地还是兴致不高 爷爷想了想 去仓库取出闲置已久的雪橇 带海地一路滑下了山 送他去了皮特家里 天黑前再回来接海地 海地夹到皮特的奶奶 就上前问好 却发现奶奶什么也看不见 没多久皮特就回来了 他说上学实在是太无聊了 皮特的妈妈却说那是因为 他还不识字 但皮特认为山里的人 根本就用不着识字 海地懂事地将面包分给奶奶 可是奶奶的牙齿快掉光了 咬不动这样硬的面包 爷爷背他回去的时候 海地突然说 我们还算幸运吧 又是一年春 万物复苏 人们也都忙活起来 这天姨妈再度来访 他找到爷爷提出要带走海地 把她送到一户富贵人家 去陪那家的小女儿 爷爷当然拒绝了 他说海地哪都不去 姨妈却不肯放弃 偷偷回来找到海地 说要带她去法兰克福生活 还骗她说爷爷同意了 就这样 姨妈顺利带走了海地 爷爷看到皮特一个人放羊 才发现不对 赶紧追出去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爷爷终究没能追上海地 姨妈带着海地上了火车 逐渐远离了美丽的阿尔卑斯山 来到了法兰克福 到了目的地 姨妈和这里的女管家交谈了几句 拿到了一笔钱就离开了 这家的小姐克拉拉是个 美丽的金发女孩 但是因为心理问题无法行走 只能坐在轮椅上 她对海地的到来非常欢迎 很高兴自己多了个玩伴 可是海地在山里长大 突然来到这样的地方 十分的不适应 在吃饭的时候就闹出了很多笑话 不过这里的面包 是海地从未见过的柔软 她想到皮特没有牙的奶奶 偷偷藏起一个面包 不过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不适应 海地还是很快和克拉拉成了好朋友 克拉拉教海地吃饭的规矩 和海地一起上课 但是上课时还是遇到了不小的问题 海地不识字 这让家庭教师十分为难 女管家知道后更是表示 等男主人一回来就会让海地走人 课后克拉拉还带她 到妈妈的画像前畅谈 海地则在午休时间 偷偷推克拉拉出去看她 回来两人一起被女管家数落 在两个人的相处中 克拉拉逐渐变得开朗活泼 可是海地太想家了 她换回原来的衣服与克拉拉告别 打算回家去 女管家告诉她姨妈已经把她卖到这里了 她回不去了 克拉拉也因海地想离开而十分伤心 第二天就病了 海地去看她 却遇到了克拉拉的家庭医生 医生说克拉拉好很多了 很想见海地 克拉拉想让海地陪她一辈子 但是海地沉默了 她想阿尔贝斯山 和山上的爷爷和皮特了 这天克拉拉的爸爸回来了 她的奶奶也路过来看看 奶奶是一个有智慧且幽默风趣的老太太 见海地的学习没什么进展 就用图画书引起海地的兴趣 海地告诉奶奶皮特说他们用不着十字 奶奶说别人说的并不都是对的 海地学会十字就可以自己读故事了 感觉到海地情绪低落 奶奶找到爸爸说要不然让海地回家吧 可是克拉拉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爸爸不想就这样让海地走 这天晚上 男管家突然听到奇怪的声响 紧接着女仆和女管家也听到了 大家出来只见到大门被打开 大家人心惶惶 爸爸和医生决定第二天 一起熬夜看看情况 这天果然又出现了奇怪的声音 他们连忙拿好手枪去看 却发现是梦游的海地打开了大门 医生问海地梦见什么了 海地说梦到了爷爷 医生又问海地有没有不舒服 海地说没有 只是心里很疼 医生听了海地的话 和爸爸说海地思念家乡到快抑郁了 必须马上送他回家 想了一夜 爸爸最终还是决定放海地回去 这让克拉拉非常生气 他愤怒地让海地去找他的爷爷还有皮特 回屋不愿意和海地告别 海地临走前把爷爷给自己做的木雕 留给克拉拉 希望克拉拉能到他家里玩 回到阿尔卑斯山 送他的管家叔叔 就来到皮特家里为奶奶送上了软面包 来到山上 海地一边退去精致但繁复的衣裙 一边朝着爷爷奔去 爷爷本来在修缮屋顶 听到海地的呼唤 他连忙跑去一把抱住海地 就这样 海地又过上了每天早上一碗养奶 去水槽边洗把脸 然后和皮特上山牧羊的生活 有时他也会给克拉拉写信 克拉拉此时也很后悔 没能和海地说再见 见此奶奶决定带克拉拉去找海地 再次相见 两个小伙伴都非常开心 奶奶和爷爷谈好 让克拉拉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海地带着克拉拉互相打闹 抛开华丽的衣服 认识家里的山羊朋友 还有这里吃饭的规矩 就是要端起碗来直接喝 喝完后拿手抹一下嘴就可以了 不过海地和克拉拉在一起 难免冷落了皮特 这让他失落又嫉妒 一时冲动就把克拉拉的轮椅扔下了山 克拉拉出来看到轮椅不见了 非常着急 爷爷看到皮特一个人上山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把克拉拉背到皮特那里 要他照看好海地和克拉拉 海地去给克拉拉拿蓝莓 克拉拉独自坐在石头上 看着阿尔卑斯山一望无际的美景 大自然的气息沁人心脾 这是一只蝴蝶落在他的脚上 克拉拉伸手去抓 蝴蝶却飞走了 克拉拉下意识起身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在小伙伴的帮助下 克拉拉逐渐学会了走路 又过了一段日子 克拉拉的爸爸来接他了 爸爸一路都在向奶奶抱怨 他居然带克拉拉来这样简陋的地方 但当他看到克拉拉向他走来时 他满含热泪 激动不已抱住克拉拉 奶奶还送给海地一个礼物 是个空白的本子 还有一支笔 他要海地自己把它写满 但是海地现在已经在这边上学了 克上老师曾经问过大家 未来想做什么 大家都回答农民铁匠之类的 只有海地说想做做一个写故事的人 结果大家都笑他 奶奶安慰他 那些人的见识太少了 只看到了这个村子 但海地见过更大的世界 如果有一件事能让他开心 那就尽管去做 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和克拉拉告别后 海地又过上了原来的生活 只是如今多了一项事情要做 那就是填满本子 此时一只鹰飞过 海地起身去追 他模仿鹰上下挥舞着手臂 正如他第一天来时那样